快看,何里这是个什么,有四个轮子,不出意外是一辆小车,这车长得真奇怪,但是你们发现没有,这个玩具车居然带减震系统,看,这减震居然是真的,并且四个轮子都有减震,哎哟,我去,这居然还是四轮驱动的,看,一个轮子转,四个轮子全都跟着转,这居然还是敞篷车,这里是驾驶室吗,这么高的车,估计要上去开,得爬梯子上去,放在这上面,看看它能跑多远,哎,我去, 又掉沟里了,你们说,它能不能在这上面跑,先看它积攒足够的动力,跑吧,我去,这怎么一下就翻车了,从前再来,哈哈,这次可以了,这越野能力可以啊,直接在这上面起步看看,跑得竟然这么平稳,直奔小河而来,不过我老是感觉,这上面,应该还缺个棚子,在小河里找找,看看能不能找到,这里没有,去上游找找看,翻一翻上游的石头,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,这里的水流,比下游的要急, 因为这里的河道,比较窄,哎,这是个什么东西,我去,跑得凶快,跑到这些草里来了,哎,这里,这不会就是车壳吧,这大小差的也太多了,我还是想试一试,看看能不能装得上,似乎是有戏啊,我这,这竟然,真的是它的车壳啊,当时我感觉,装上车壳,还不如没有车壳帅呢,试试它到底能跑多远,从这里,看看能不能一口气,跑到那个水空那里, 竟然轻而易举的,超过了水空,这条石子路,崎岖不平,再测试一下,它的越野能力,竟然跑起来,毫不费力,这车我喜欢,越野能力超强